欢迎收看湾区资讯 我是黄慧 我们一起来关心湾区近期的社区活动 经常在湾区各地举办牙科议诊活动的 基督教爱家被全人关怀中心 3月16日与北加州中国大专校联会合作 首次在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举办议诊 为新移民或低收入人士提供免费的牙医保健服务 而主办单位也希望征求更多的义工 加入服务社区的行列 我们这次在南湾桥教中心 有开始这样一个新的据点 因为我们一直深切地了解新移民家庭 低收入家庭对看牙齿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我们在桥社里面也常常听到这种声音 所以这次我们谢谢金文处还有桥教中心 大力的支持还有大专校联会 他们也出动义工 所以我们决定将来慢慢在这个点 可以多开花几次的时间 我们希望这些侨胞还有低收入的家庭 可以可以利用到我们这样完全免费的社区服务 来提升每一个侨胞的口腔卫生的环境 理论上一般的人每一年都得应该有两次的健康 口腔的健康的检查 还有洗牙 那很多的侨胞都认为说 哎呀我能省省钱 那又不容易买到保险 所以他们就忽略了 然后等到累积到他们牙齿不舒服的时候 来看牙的时候呢 厂厂就已经需要大工程了 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提倡 平常保养的好 那保养呢 我们以一整车的方式来 那就可以完全免费 他们可以来这边咨询 他们来这边检查 然后做必要的治疗 那当然如果累积的太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会专案的处理 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委会联合会 跟那个吴一鸣医师艾嘉贝 合作已经是好多年了 我们从那个前会长万惠东 第三十届开始合作 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三十五届 那我们长期合作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加汇地方 服务社区 收入是比较低收入一点 然后是新移民的群众 那我们希望他们刚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打入这个社会 然后有这个医疗方面的需要的时候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帮助 然后当他们慢慢熟悉 这个社会的时候 融入的时候 他们自己有工作 或者有保险或什么的话 他们可以再另外有他们的发展 但是之前的话 我们不希望他断掉了这个很重要的 牙齿保健的一个服务 我们的其实义工的这个要求并不高 就是说只要您有热忱 只要您有时间愿意付出就可以的 我们并不需要说有特殊的这个技术 因为您不是牙医 您不是帮病人做洗牙 或者是看诊的工作 您只是帮助我们 就是譬如说我们跟这个来的病人 我们要帮助他们填表 那他们很多人并不晓得怎么样的填表 我们要帮助他们 然后我们要带他去义诊车 那当义工比较资深一点的时候 吴医师会安排各位到义诊的车上 可能可以参与 就帮助大家洗牙 或帮助大家实际上做操作 那当然这是给大家一个 更加往上学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对你本身的时候 你又付出了 你又收获了 我相信是很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